我們就從後系窩開始 後系窩呢 一節一節呢 往下 往下流 就是這樣往下達 一節一節 這樣往下達 然後呢 達啊達啊... 現在在這裏 慢慢能下到這裏 然後最後呢 到標題關系 在墻上也是可以做的 然後從這個貨蜈蜈開始 一跌一跌往上 一跌一跌往上 一 二 現在是到這裏 現在到這裏 現在是到這裏 這個呢 是對答 世面上普及的那個太極拳 我們應該都看到過 跟內傳的太極拳 就是盟派當中傳承的那個太極拳的那個 差別在哪裡 也就是平常人們 我們經常聽到的說武功秘籍在哪裡 就是說外傳的太極呢 它是以四肢的運動為主 就是說手腕 然後腳 沿著一個弧形的軌跡在那裡運動 比如說這是樓膠部 那內傳太極呢 它是趨幹骨的運動為主 就是說外傳太極呢 是四肢在運動 我們的脊椎呢 在被動的配合那個四肢運動 那內傳太極呢 它是從底骨開始 腰椎 胸椎 頸椎 然後呢 盆骨 胸廓 肩胛骨和鎖骨 就是說它的運動是 底骨的運動 腰椎的運動 然後呢 後心窩的運動 然後呢 一直到頸椎 一直到胸廓 胸廓的那個骨盪的運動 然後呢 帶動四肢 就是說手是靠當中這一條彈簧 帶動這個兩個球 是被甩動的 是甩動的 那麼下肢呢 它是靠這個盆骨的轉動去 推動這個下肢的運動 這個呢 就是外傳跟內傳的 運動模式上的差別 那麼我們如果說 像解化太極拳 那這樣一個運動模式 它脊椎是被動的配合 那個四肢運動 那麼四肢在運動 你的運動質量就在四肢上 但是呢 我們人體最關鍵的是 這一段對人體的健康影響是 自關重要的 而且我們平常走路 平常一些活動 就是說我們手跟腳都在運動的 它不需要在運動的 我們因為我們平常 無論做什麼事情 四肢基本上都能得到鍛鍊 我們去散步 四肢已經得到鍛鍊了 那麼就像我們平常這樣坐著 你這樣坐著 這一段就形成牢損 就是坐牢呢 勞動的那個牢 坐牢 然後呢 我們如果說 一天花個三十分鐘時間 就是說我們內傳的套路 它就是這麼一個呢 就是這麼一個運動模式 就是讓自己的脊椎得到一個疏離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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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種 就像刷刷乾淨 沖沖水 然後呢 讓它揉和揉面一樣 讓它揉得 揉得 那個 靈活一點 鬆一點 就是纏 就像纏那個土壤硬了 把它給纏纏鬆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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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加權 它對於整體健康的一個 在初級階段的一個 呃 呃 正面價值的一個理論基礎 整個體系呢 呃 呃 這樣繼續更好更好更好能夠 能夠 能夠看得清楚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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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呃 呃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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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